接下来我们看国际间外交的各种合纵连横的会议 这一场叫做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 周日落幕 它是误恶战争爆发之后 第一场国际性的实质安全会议 有37国的国防的防长都聚在新加坡 那他让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欧战 带来的全球安全危机 还有就是亚太地区 从北韩到东海 南海 甚至南太平洋 有好几个潜在冲突点 重中之重是台海议题 中美两国的防长在台海议题上针锋相对 而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介 在跟中国的防长威凤和展开双边会谈的时候 重申台海稳定很重要 但是日美在对台的议题 表达高关注和坚定支持的同时 也不忘跟中方建立更直接的沟通热线机制 作为缓冲和保险 受疫情影响 停办两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 上周五起一连三天在新加坡展开 总计37国的国防部长面对面会商 这不但是疫情后第一场实体安全会议 更是乌尔战争开打以来 首次有这么多国家的安全领袖共聚一堂 让这场过去被视为大拜拜的国际性安全会议 获得各方高度关注 亚太地区的安全议题 无庸置疑成为会议的焦点 面对俄罗斯开战的前车之鉴 各国对潜在冲突的担忧 从亚洲北部的朝鲜半岛一直延续到南太平洋 其中最关键的冲突点当然还是在台海 与会的中美两国防长在这个议题上 各自强硬表态分毫不让 魏凤和更批评美方对印太地区手伸太长 美国防长奥斯丁也不甘示弱 在演说中同样批评中方在台海的挑衅 奥斯丁更点名解放军 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持续非法扩张 中美双方强硬姿态唇枪舌战的同时 也试着为当前紧张关系设置护栏 确保中美激烈竞争 不会升级成军事上的误解或沟通不畅 这一点从中美双方在会议开始前 特别安排两国防长面对面会谈 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谈时间 比预计高出一倍可见端倪 除了中美防长都对台海议题高度关注之外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介也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与魏凤和展开70分钟双边会谈 会上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呼吁中国不要试图改变现状 在这场隔了两年半的首场中日防长会议中 岸信介还对中国与中俄双方 在日本领海周围的频繁演训表达担忧 要求中方自治 中日两国则同意持续推动对话交流 尽快协调建立电话热线 才刚上任的澳洲防长马勒斯 也趁机在场边与中方展开三年来的首场中澳防长会谈 在当前中澳关系陷入冰点 上月底澳洲巡逻机甚至在南海国际海域 遭中方战机以铝箔干扰弹无理拦截的情况下 这场防长对话为中澳关系带来缓和可能 接着这场难得的实体向格里拉对话 各国防长使劲浑身解数拉朋友 增筹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